走出门一手抱着宝贝儿子 特斯拉创办人马斯克 看到摄影镜头挥手打招呼 带儿子视察特斯拉柏林近郊的厂房 媒体禁止进入 不过从场外能看到巨星式迎接 把儿子扛在肩膀上 接受台下员工欢呼鼓掌 其实会来德国 因为这个月初柏林厂电网 才遭到蓄意纵火停工 好不容易恢复生产 停工八天造成巨额损失 二月特斯拉中国市场销售 年减将近两成创新低 特斯拉股票被复国银行 调降到减持平等 连续八个交易日 市值蒸发1056亿美元 另外原本马斯克旗下X平台 要和前CNN主播签约新节目 但就在两人一对一专访过后 X平台宣布取消合约 不过马斯克另一家公司 SpaceX有让人期待的消息 SpaceX新舰火箭 经过前两次测试爆炸收场后 台湾时间14号晚间8点 将挑战第三度试射升空 TVBS新闻众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